大洋新闻 我是频道主持人调查记者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感谢新老朋友们的观看和关注 也有请朋友们继续来支持 现在是2020年12月19日的星期六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一组与中国有关的时政消息 理一理抬前幕后看一看前因后果 先是最新的消息 在川普总统美东当地时间是在18日 签署了外国公司问责法之后 中国的国家发改委商务部 就在北京时间12月19日的下午 联合发布了一则叫做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 就表示将针对涉及国安领域的外商投资来进行审查 那么现在一般的解读毫无疑问 中国的这个做法是来针对外国公司问责法的签署的 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如果排除时差 基本上是同一天前后脚发生的事情 可以看出北京现在的姿态也是非常的强硬了 我们就来梳理一下第一点 这个办法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根据中国国家发改委的一个公告 那么这个办法23条主要就涉及到外商投资类型 审查机构审查范围程序违规处理等等 这个办法是在1月18日2021年的1月18日正式施行 那么这个时间上也是比较考究的 因为1月20日2021年1月20日是美国新任总统宣布就职的日子 所以倒过来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在12月19日发布 显然北京方面中共方面是有过深思熟虑的 随着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的发布 这就意味着除去常态化的反垄断审查之外 北京方面对于外商投资的安全审查 就成为了中国监管外资并购活动的又一个抓手 又一个武器 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审查办法 现在看上去 那么针对美国的一个贸易制裁 采取的所谓的反制 这个意味也是非常浓厚的 那么现在和朋友们就分享以下几个看点 比较值得关注 第一点就是证券监管 在中国颁布这个办法之前 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东时间前面也提到了 在12月18日正式签署了外国公司问责法 那么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 在美国上市的企业必须证明 不受外国政府控制或者持有股权 如果企业连续三年不配合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审查 那么就会禁止相关企业的证券 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那么这样的一个要求 很多媒体解读就是针对中国的 所以现实的情况就已经非常明确了 如果遵守这样的法规 就意味着中国的公司需要接受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 对会计抵稿的审查 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就直接违反了中国证监会 中国的国家保密局和中国的国家档案局 在2009年制定了相关的规定 所以就有相矛盾的地方 那么中国外交部在谈到美国的 外国公司问责法时就表示呢 认为这是对中国企业进行政治打压 同时就还说呢 反对将证券监管做所谓的政治化 现在回头对照着外国投资安全审查 办法来看就比较有意思了 因为在北京方面推出的一个 自问自答的所谓解读中 就特别提到了这么一点 证券领域外商投资安全审查规定 什么时候出台呢 官方的回应是说 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第22条 就有专门的规定 目前证券领域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的规定 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之中 这条透露出来的消息 我注意到一些媒体没有提到 其实呢是非常考究的 那就是北京在证券领域 外商投资方面做重手的安全审查 是不是会这样做 那很大程度上就要看 美国方面会不会用 以及怎么用外国公司问责法 来针对中国公司 前面的时间节点我已经提到了 第二个看点那就是中国推出这样的一个办法 那目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 但是可能涉及到的 或者说针对到的范围呢 还会比较的广 其实中国的官方也提到了 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 陆续就推出或完善了 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特别提到的国家以及相关的法律 就包括美国出台了 外资风险审查 现代化法 欧盟出台了外国直接投资框架条例 澳大利亚出台了外商投资改革法 德国日本就分别修订 对外贸易和支付法 外汇与外贸法 而英国正在制定国家安全和投资法 那么中共表示出来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大家都在做 所以他也要这样做 其实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些法律中 除了美国的法律 澳大利亚出台的外商投资改革法 现在也被解读成为就是针对中国的投资的 所以综合来看 我刚才和朋友们分享的北京的一个官方的表述 听上去看上去 那自然是非常的圆润的 那么其实一有所指 北京毫无疑问就希望在自己的政策的工具箱里 有更多的工具 它未来能够使用 能与相关的国家来斑斑手腕 第三个看点 透过这样的一个办法的出台就能够看出 北京方面正在寻求这样的一个平衡点 当这个看点的相对宏观一点 那就是北京要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做所谓的保驾护航 以及有效预防和化解中国的所谓的国家安全风险 在这个中间来寻找平衡点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现在北京方面 中共方面就比较刻意的来突出所谓的底线思维 强调国家的安全风险 在对反制意味比较浓的这个办法进行了解读之后 我们把目光就转到香港 现在香港朋友对克鲁兹看上去的情绪 情感是比较复杂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首先就当然是因为备受关注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 因为共和党议员克鲁兹的反对 在美国当地时间12月18日星期五就没能够在本届的国会成功的通关 失败了 香港朋友的情感复杂 那么当然有不满的 有不解的 有愤恨的 当然也有理解的 很多人说呢 克鲁兹说法是有道理 当然也有朋友持批评的态度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求克鲁兹来做澄清 叫克鲁兹来做什么澄清呢 这个主要是看克鲁兹的一个说法 克鲁兹在国会上的表态就是这个法案是专门设计的 大幅度降低了难民和庇护身份的标准 克鲁兹就表示呢 当我们美国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知道会被中国共产党用来派遣更多的中国间谍进入美国 他的这个说法我前面提到了 有香港朋友就表示理解 克鲁兹进一步的 他在推特上还重申 美国的民主党正试图透过这一项利用香港当前危机 鲁莽的让美国人暴露在中国间谍活动之下的法案 去弥补多年对中共的姑息 那么他就解释了自己 为什么在参议院上就反对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的通关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香港朋友的一个澄清 在很大程度上呢 也可以看作是在批评克鲁兹 这样的澄清出现在一些社交论坛上 澄清什么呢 其中有一条我就注意到有香港朋友就是说呢 有人说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是左交卖国法案 支持的人都是左交 所以呢他说他一定要正视听 就强调共和党是有份提出这个法案的 这个法案并非左交的卖国法案 所谓的左交呢 一般是泛指不现实的左翼分子 或只讲理想的左翼分子 香港朋友的以正视听的说法或者说澄清的说法呢 就特别提到了 事实上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是由共和党的众议员金 以及民主党的众议员马里诺夫斯基在9月29日共同提出的 那么法案就透过相关的途径来扩大对逃避政治迫害香港居民的一个保护 而且这样的一个法案在12月7日是经过众议院430多位议员审议 是得到全票支持来通过的 所有的共和党众议员 那么就是197人是都支持的 所以香港朋友就特别来发问了 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 如果是左交卖国法案 怎么会得到所有共和党众议员的支持的呢 我还注意到 也有香港朋友就认为呢 不可能克鲁兹的一票就导致法案没有办法通过 那么在香港的社交平台上 香港的朋友很快也做了一个事实的澄清 那就是参议院 那么理想的一个状态 特别是香港人的一个期待的状态 就是说能够像众议院一样 参议院也以没有意义通过的方式推动法案 那就意味着只要是两党的参议员都觉得OK 那么就能够迅速一致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 那么现在媒体提到的就是 克鲁兹议员他反对的一票 就代表着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 在本届美国国会结束前最后一刻闯关失败 我就浏览了一些帖子 对于这样的一些澄清香港朋友 可能主要还是一些年轻的朋友 就显得确实是有一些悲观 有一些失望 那么当然也有香港朋友 很快又贴出了卢比奥的一个说法 卢比奥美国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 同时也是一位重量级的参议员和北京 那是从来不对付的 卢比奥就表示 在新国会的一个月内 他期待就能够展开行动 来推动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的通过 所以现在又有帖子 又有评论 又呈现出了很多的亮色 过往我采访了不少的香港的朋友 多数是已经离开香港 去到海外的这样的香港的年轻人 根据我的理解 海外的香港的年轻人 对香港本土的情况 看上去是看得比较通透的 那就是认为香港的本土 已经成为了各派政治力量 一个博弈的热地和是非之地 他们更愿意 或者说更现实的一个做法 就是去到了海外以后 在海外的那个国家的香港社区 来进行深耕 我印象比较深的 还有一位澳洲的香港朋友 就告诉我 他对所谓的在海外打国际战线的 这样的一些香港人 是颇为不满的 因为他认为这些香港人 没有得到香港本土民众的一个复权 而且他们在海外游走 其实很大程度上 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作用 所以在我看来 香港朋友的说法 体现了香港问题的复杂性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这也正是香港的一个悲情 或者说是悲剧之所在 最后看一则快讯 那么在北京方面 12月19日起就将北京的朝阳区 汉庭酒店 所谓的一个大山子店 就划定为中风险地区 而北京市的其他区域的风险等级就没有改变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划定 直接的原因是12月14日和12月18日 北京就一共有三例确诊的病例 就与刚才提到的朝阳区的这个地方有关系 其实还有人就跨区去到了昌平区 现在北京方面是风声鹤唳 因为是所谓的守善之都 而且中共的最高层的头头脑脑 那很多都是呆在北京的 现在北京市委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 那自然也是忙得团团转了 其实就在12月18日的下午 他在一次会议上就还强调 现在是岁末年初两节将至 所以要提高北京全社会的疫情防控意识 现在整个疫情差不多一年就要过去了 疫情还在反反复复 真的让我们生出很多的感慨 如果当时的武汉 当时湖北的中共的官方官员们 能够多做一点 世界真的就是少受一点苦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大洋新闻 我是频道主持人调查记者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期待能够得到朋友们的支持 你的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 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谢谢朋友们 让我们下期见